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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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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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木 水火 土 虚拟的星球 所以这等于是四颗虚星 这个虚星的用法在中国古代有把它叫做饮料或暗料 也就是说它是隐藏不见的一种星体 隐藏不见的一种星体 这个四语它就是隐藏不见的星体 这四颗虚星它的名字非常特别 第一颗虚星叫做罗吼 柔是四位柔 柔是一个日 再一个气候的后 叫柔后 第二颗虚星叫济都 济是济村的济 都是都城的都 第三颗虚星叫子气 我们常讲子气东来 这子气也是第三颗虚星 第四颗虚星叫夜博 所以七正四语 四语其实是四颗虚过的星体 这四颗虚过的星体就是 柔后 忌度 还有这个子气夜博 这个星体为什么名字这么怪呢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可能借助了 来自于印度的一个天象学 我们知道在唐朝有好几个印度来 东渡来的这个印度人在中国的朝廷当天大官 所以呢 这个四语的这颗星星可能受到印度战兴术的影响 它有和罗吼祭都子气月博 罗吼是什么形象 罗吼是中国古代有发现到一种现象 也就是月球白道 月球白道 它穿列黄道的时候呢 它出现了一种现象 穿列黄道它出现一种现象 这时候呢 常常会出现日食或月食 也就是说当月球的轨道 月球轨道我们叫白道嘛 穿列黄道面的时候 穿列黄道面的时候 这时候呢 很容易出现日食跟月食 日食跟月食呢 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月球的白道 穿列黄道的时候 它所交汇点 这个交汇点 他们真的有一个隐藏的星星在这里面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 所谓日食跟月食的现象 然后这个隐藏的星星 隐藏的星体呢 就是所谓罗吼 所以第一颗罗吼星呢 是因为月球的白道 它跟这个太阳的黄道 它相交汇的一个结果 那祭都呢 祭都是什么 祭都是指月球最远 最远远离地球的远地点 因为月球到地球 月球到地球转的时候 它并不是很平均的转 它有时候离地比较远 有时候离地比较近 当离地比较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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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中国的观星家 发现当月球离地比较远的时候 月亮走得比较慢 走得比较慢 走得比较慢 他们认为有一颗隐藏不见的星星 拖住了月球的脚步 所以他们把这个隐藏不见的这个星 叫祭都星 所以这祭都也是一个虚拟的星 可是第三颗星里头 它发现了 在月球绕着地球转的时候 它转到了近地点 也就是距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 月球好像走得比较快 所以他们就想象出 有一颗星星它推着月亮走 所以有两颗星星是阻碍了月球行进的角度 一颗星星就帮助月球行进的角度 然后这个在月亮走得慢的时候 有一颗帮助月亮的星星 这个星星叫什么 叫子气 所以子气是一个好的星星 祭都是个不好的星星 因为祭都是阻碍了月球的星星 那子气是一个好的星星 因为子气帮忙推着月球走 然后当子气出现的时候 通常月在东方 这个当在季度出现的时候 是月在西方 所以我们常常只去东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比较远日点的时候 在近日点的时候 通常月亮会在地球的东边 然后在远日点的时候 月亮会在地球的西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东方升起月亮的时候 好像走得比较快 西方下沉的时候 好像走得比较慢 所以他们这第三颗星星 就是所谓的月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提出了四颗星星 第一颗星星是罗合 罗合是在月球的轨道 跟月球的白道面 跟黄道面相交会的时候 所产生虚拟星座 这个基督星是指月球 距离地球最远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的星座 另外这个子气是月球 走得比较快的时候 有一颗虚拟星座 另外一个月博 月博这颗星 他们发现当月球走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走到了地球跟月球中间的时候 他发现常常会出现彗星 他们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些彗星 他们把它叫克星 克体的克 克星 克星里头 他说这个克星 他说忽见忽隐 忽见忽隐 忽见忽隐 忽见忽莫 或行或阻 不可吹算 所以他们这有一颗星星 在操纵这些事情 那这颗星星就叫月博 所以这就变成四颗星 所以四颗星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月亮在绕着地球转动 或者跟着地球一起绕着太阳转动的时候 他们出现了这四种现象 所以他把这四种现象 假设有四个隐藏的星星 这隐藏的星星叫 柔和忌督子气月博 这个柔和星 它被认为是火星的渔气 所以它叫火渔星 也就是说 柔和星常常是因为火星出现之后才出现的 所以他们就把柔和星认为火星的渔气 所以叫火渔星 而嫉妒星认为土星的渔气 所以叫做土渔星 而这紫气星被证明是木星的渔气 多渔的气 木星出现之后没多久 这个紫气星就出现 所以叫木渔星 夜博星是因为水星的渔气 因为水星出现没有多久之后 水星消失了 但是这个夜博星就出现 所以夜博星叫水渔星 所以因为它一个叫火 一个叫火鱼 土鱼 然后木鱼 那另外还有水鱼 就没有金鱼了 没有金鱼 所以就把这个叫四渔星 所以七正四渔 它的意思是这样来的 七正四渔推命树 也变成这样一个叫五星推命树 因为七正四渔最重要就是五颗星 就是木火土金水 这五颗星星 还有地球跟月球的运转轨道 所以它们就把它叫五星推命树 这五星推命树 就是用人的出生的那一日 用人的出生的那一日 然后借着观察人出生的那一日的时候 它对于七正四渔等等星耀 所居住十二宫的庙 十二宫的庙望 所产的二十八寿的度数 也就是它根据十二宫二十八寿 在人的出生的那一日的时候 这个七正四渔 它位在十二宫 还有位在二十八寿 它的位置 用来推算人的急凶的推命方法 所以要七正四渔推命法 那七正四渔推命法 它有三种派别 第一大派叫做秦唐五星派 第二大派叫做国老星中派 第三大派叫天官五星派 那在这三大派当中 以秦唐五星派作为古老 秦唐五星派 秦唐五星派 据说是出自一个唐太宗时期的天文学家 僧人一行禅士 这个一行禅士 我们过去也是跟大家分享过 有的人认为是一行禅士所创造 那国老星中传说是唐朝的一位炼丹素士 这个炼丹素士名叫张国 张国常常说他活了几千岁 所以大家都认为张国怎么活那么久 所以他就把他叫张国老 所以大家就叫国老 所以这个国老星派 心中就是张国老的一世 他所创立的推命方法 第三种叫天官五行 那天官五行据说是研制于 曾经事案的一个国师 这个人 这个宗兵曾经也跟大家谈过 是耶律储才 是耶律储才所创造的推命处 也就是七正四亿的推命处 他有三大派 第一大派是由唐太的天文学家 一行禅士 这是一个和尚 一行禅士所创立的秦唐五星学派 那第二种是由张国老所创立的 这个国老心中学派 第三个是由耶律储才所创立的天官五行 天官五行学派 但是这个究竟是真是假的 没有人知道 就是这样说而已 究竟是他创了 不知道 所以有一些好事者就研究说 这个秦唐五行 是不是真的是一行和尚所写的 这个国老心中 究竟是不是张国老所写的 这个天官五行究竟是不是 耶律储才所写的 我们就讲结论了 他们认为这个一行禅士 不可能写秦唐五星 他认为张国老不可能写出 国老心中 因为他们从他的推算方法 认为在这个一行禅士 在世的时代 都不会有讲那些话 就不会讲那些话 所以他们认为国老心 国老在世的时代 也不会讲那些话 所以他们认为国老心中 还有这个秦唐五星 秦唐五星 可能是后世的一些星象学家 为了表示他自己有所本 所以脱免他们写写的 但是这个天官五行 他们研究结果 那天官五行 确实有可能是耶律储才写的 为什么天官五行 所讲的这种推算方法 在耶律储才那个时代 通通都出现过 所以他们认为天官五行 可能真的是耶律储才写 但是也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实 所以我们知道 七正四乙的推明术 它就有这么多种 那其中这个国老心中这一派 国老心中这一派 的七正四乙推明术 就是后来变成了这个指挥朵术 我们现在看到指挥朵术最强 目前指挥朵术跟四柱推明 四柱八字推明方法 几乎是等闲奇观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指挥朵术的前身 就是古老心中 古老心中 古老心中是不是真的 古老心中根据传说的说法 古老心中是这个张国老所创的 但是有些人 好事制度去研究 他说张国老所生存的年代 不太可能出现那些事情 所以他们真的可能不是张国老写的 那最有可能是七正四乙的推明术 很可能是两宋之后 很可能是两宋之后 现在大部分的双命方法 都是两宋之后 所以七正四乙的推明方法 也可能是两宋之后所做的 但是在两宋之后 一律处材 宋朝之后元朝 所以唯一有可能写七正四乙的推明术 大概只剩下双命儒材 但是双命儒材 所以双命儒材 根据正史的记载 说皇帝成立斯安夸他的 成立斯安夸他的国师 双命儒材 说他旁通天文地理绿书 素素四老一补之素 也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双命儒材 曾经推崇他的老师 曾经推崇他的国师 双命儒材 说他的衣补绿素地理天文素素 无所不通 还有世老无所不通 所以呢 而且在双命儒材传记里头 提到双命儒材 曾经研究过太医立法 星战相 星战 星后战相 之类的一类的书 所以呢 如果你从保守的观点来看 双命儒材应该通晓立法 也不一定能够 不一定真的 真的想出这个 所谓的 真的想出这个 所谓的天官五星的吞命法 但是 但是如果你从 比较开放的角度来看 双命儒材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天官五星的吞命法 可能出现的比较晚 也许援朝明朝之后才出现 所以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七正四余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古代人对于五星 天空五颗行星运行规律的一种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恒星距离地球太远 所以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恒星都不动 也就是28秀都不动 因为恒星距离地球太远 好像钉在圆圆的天体上 而人类所看到会动 只有月亮太恒 还有五大行星 若远所能看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看这个 七正四余的这种 想要理解这种方法 你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因为古代人看的恒星都不动 28秀都是恒星 在28秀都是恒星 恒星的天理当中都不动 会动的只有七颗行星 七颗星 不知道太阳星 月亮星 还有金木水有土 五大行星 所以他们从这个七星的 七星七加四 七加四就变成十一颗星 因为有四颗是隐藏的星 这四颗隐藏的星 包括紫气、月薄、螺合、季度 这四颗虚星 螺合代表火之仪器 火星的仪器 季度代表土星的仪器 而这个紫气代表木星的仪器 而这月薄代表水星的仪器 月薄处现象大概是 月亮的比较偏北 那紫气的时候 月亮比较偏东 这个季度的时候 月亮都在坨顶上 然后呢 这个螺合的时候 就是月亮在比较偏南的位置 所以他们这边是火星、土星 还有木星 以及水星的仪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去这样想七正四颗的褪面术 我们就可能理解说 古代人为什么会这样想 那七正四颗的这些药性的吉凶 根据现在的一个说法 太阳星就所谓日星 太阳星象征的是天主 象征的是皇帝 象征的是父亲 所以太阳星具有君父的权位 得到所照、正照、拱照、夹照 也就是说太阳星它是个福星 可以消灾、消灾、解恶 对于择日来说 如果是太阳星到位、到座、到方 那就是三星拱照 就会锦上千花 那这个凶煞星因为太阳星当作 太阳星除去一些灾恶 所以有凶煞之星也不用太担心 太阴星就是所谓月亮星 月亮星象征女性、太太、霍灰 太阴星具有母仪天下的特色 所以它代表温柔、代表辅助 所以晚上的太阳、月亮给人家有个光亮、光明 太阳能用其宽仁慈爱、化解雄煞、普化吉祥 所以命中如果有太阳星相照的时候 也是要守正拱夹、温柔、聪明、秀丽 所以择日如果择到太阳星 通常也是极多凶少 那太阳星跟太阳会合就是所谓的初一 寿 太阳跟太阳相对就是所谓的十五 所谓旺 寿、旺都是太阳星跟太阳 一个是太阳、太阳会合 一个是太阳、太阳相对 太阳、太阳会合 就看起来太阳跟太阳会合 所以在约会 所以是初一、寿 然后这两个相对的 就是所谓的旺 这是古代人的想象 初一的时候看不见月亮 看不见到哪去呢? 一定是月亮跟太阳在约会 在约会 所以我们就说日月相会 就是想象 其实这个想象 日月是不会相会的 这是人类的想象 这个到旺日的时候 太阳跟月亮是分隔两地 所以就是所谓的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土星 土星又叫正星 为什么土星叫正星呢? 因为土星呢 它代表中央土 中央物极土 中央物极土的精华 土星的银色是黄色 土星代表道德、成长、养育 土星是五星当中移动最慢的一个星座 移动最慢的星座 因为土星大概每隔28个月才会过一共 所以土星移动的速度非常非常慢 土星绕着太阳转一坐 必须要走完十二宫 要走完十二宫 要几年?28年 所以非常非常长 土星绕着要走完天空的十二宫 就要28年 每一年坐正一个星座 所以这个土星叫正星 为什么要坐正的意思呢? 你要走得太慢 走得太慢 走过十二宫才需要28年 等于是坐正在那里 所以叫正星 木星又叫睡星 因为木星最近我们之前之前讲过 因为他刚好十二年 走一圈 十二年刚好是地支 所以东方木华之星 所以颜色是青色 木星为人宽厚 这个东方庆隆之位 代表生生不息 那木星也有顺利 所以木星顺时他比较有力道 逆时他轨道的时候会生祸汗 所以呢 如果木星跟太阳相会 就在文昌大会 主出状元、宰相、县长等等 那就是会读书 又会做官 就这样一个 那木星每年行一宫 十二年 就行完十二宫 所以叫做睡星 火星又叫淫火 淫火星 所以火星是南方之火 南方火光的精华 所以颜色赤红色 火星在南方的朱雀卫 再下令叫得死 再下令到得死 这个火星代表礼貌、权利 然后呢 如果顺行轨道的时候 火星是有魅力的、有福利的 逆行轨道的时候 主有战争出现、文医出现、水 或者是灾疫等等 所以火星呢 遇到木工 遇到木工就叫恩星 遇到土工就叫做用星 会有好的表现 那另外如果遇到金星 叫仇星 因为火星呢 这个火星呢 碰到金星叫仇星 那你化为好的作用 金星又叫太白星 西方精华 它是白色 西方白虎之味 那金星呢 通常是有代表 这个人有大将之风 那金星里头 因为金星金、黄金、尖锐 所以他是不怕 所以这个人呢 可以说是呢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金星 那金星里头 每一天呢 他呢 每一天呢 平行两节行一空 所以一年呢 行一周天 所以他一年就可以绕一圈 水星又叫陈星 水星又叫陈星 是北方水的精英 水星的颜色是黑色 所以水星呢 象征智慧聪明 然后水星呢 不怕土光 不怕土星 但是每年的3、6、9、12的时候呢 水星的力量就没办法克制 克制火星 那这个薄星呢 是北方的水星之鱼器 跟着水星一样 它是坐正的北方玄武位置 同时的薄星也会有一个小阴险的作用 简单来讲 这个七正四余的十一颗星星呢 根据现在指挥朵书一般的一个说法 它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各的特色 那螺合星就螺合星 叫天守星 它的性质 因为它是南方与火嘛 所以呢 它代表性格暴力 那螺合星也是一般的 它是火星的随从呢 火星随从 所以呢 这个 它跟土星混合的时候 这个火土相生 那如果跟金星的时候 各不相让 各不相让 所以螺合星碰到土星是好的 碰到金星就各不相让 所以这就可能会有灾祸 那基督星跟土星呢 它一起坐正在这个中宫 所以呢 我们说到基督星呢 跟土星呢 生金谢火 生金谢火 所以基督星呢 它如果碰到太阴星 有这个七上蓝下的问题 简单来讲 我们可以从这里头呢 从这个七正四余的十一颗星星呢 他来推算一个人啊 究竟是好事外 也就是 那这个呢 我们过去呢 本来叫七正四余推命数 七正四余推命数 当中其中的一派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指挥朵数 所以今天我们呢 四正 这个七正四余推命数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到了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